这是一张台中刘小姐所提供的照片 拍摄的地点是澳洲黄金海岸上的沙滩 沙滩上的脚印竟然是突出于地面之上 而不是现在沙滩之下 若从科学之观点来看 这根本违反了地心引力的物理原理 这到底是灵异世界在作怪 还是世界上真有另外一个空间呢 照片是由一位奈小姐在澳洲黄金海岸 在旅游的时候所拍摄到的一张灵异照片 事实上从这张灵异照片上来看 这个里面有两组的脚印 也就是说一组往右走一组往左走 但是这两组脚印跟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脚印是不同的 一般的脚印呈现我们因为用力踩 那么地面呈现是所谓凹陷的状态 但是从这张灵异照片上面来看 这个脚印却形成的是所谓凸起来浮出来所谓立体的状态 那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说有不同的空间 也就是我们这一度的空间形成了也是立体的状态 那事实上在第一度空间里头呢 那么也有所谓的其他的灵 那这些灵呢刚好跟我们的世界呢是完全相反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看到所谓的立体凸起来的东西 那么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就是所谓凹陷的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凹陷的东西呢 那么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呢 那么也就是形成所谓凸起的状态 因此呢从这张灵异照片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也就是在另外一度的空间 那么有所谓的其他的灵那么存在 但是这个灵呢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黑色的脚印 那么变成白色的脚印 也就是说在就像我们一般的这个人 那么要修到那么超过的这个过程中 由黑色慢慢慢慢的过去超过去之后 那么洗成所谓的白色 因此呢这张灵异照片呢 事实上就是在另外一部空间里头 那么所谓的灵那么在所谓的修炼超过的一个过程 有所谓的黑色那么形成所谓的白色 那事实上对于拍摄者本身来说呢 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只是呢刚好您的机缘巧合 那么在这个地方刚好拍摄到另外一部空间 那么所给你的一个这个 这个一个很好的机缘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一般 所谓另外一部空间的灵异照片 在讨论这张灵异照片之前呢 我想先谈另外一张 可能也是灵异照片 这张照片呢是在民国28年 由美国著名的黑白摄影家呢 叫做安瑟亚当斯呢 他拍到的黑色的太阳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 这个太阳呢已经变成了黑色 但是这不是灵异照片 原因是呢当时的感光影迹呢 并不是非常的先进 所以呢 它的在极端曝光过渡的状况呢 它很可能影像有反转的现象 所以就变成了黑色的太阳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一张在海滩所拍到的照片呢 由于它的这个脚印呢 有局部呢是浮现的 有局部变成黑影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 在沙滩上凸起来的这个石头呢 它的光影的方向呢 应该是从左下方的射来 所以当时的光线呢 应该是非常的 这个角度非常的低 所以应该是在黄昏 或是早晨所拍到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这张照片的中心呢 也就是画面的这个左半边呢 它的受光量有明显的比较亮 所以我们发现呢 很可能在中心的部分 它的光源呢 是受光量比较多的 所以我个人怀疑呢 有两种可能 一个呢 是它用了一盏闪光灯 所以它把深色的阴影呢 把它照亮 另外一种可能呢 当然我们知道 我把这张照片 经过电脑的扫描器 扫描以后呢 我们再用Photoshop的软体呢 可以让它局部的反转 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影像 但是排除这两种状况呢 我认为也是一张 不可思议的照片 好 我们要来听那个孙大哥讲鬼故事呢 我想港独夜谈 在当初我在录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感觉到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等到配音配好了之后 发现因为我们常常第一个开始的时候 我一定要录一些港独夜谈 这样的类似 放笛声音 放笛声音 但是呢 等到要播出来的时候 发现里面 这个港独夜谈这四个字的时候 后面就有奇奇怪怪的那种 小孩子的笑声 还有配音 我们有配乐 但是那个音乐里面 没有小孩子 没有那个声音 没有那个声音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大概几次之后呢 就见怪不怪了 他有这个声音 就让它存在吧 那反而有一个特殊的效果 那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了解 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 我也问过我们的音效的那个 当时连续配了好几次 都这样 都这样 对 那后来就不管他了 因为我虽然 主持这种节目 因为我也不是完全相信 所以也就 这样妈妈父母就过去了 譬如说我个人 我到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是在某一家食品公司 当总经理的时候 我带了我们的经销商 跟我们同事到泰国去 那当天我们到了之后呢 我们先到 那个湖水泥沽 湖水泥沽 对 湖水泥沽 那看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有一点很奇怪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湖水泥沽呢 我们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同事 觉得说 啊 这个一定骗人的 他说 他说这是因为 那个咸的关系 咸海那种会浮起来 所以他就用手指去沾一沾 他说结果一看说淡淡的 他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您带来做照顾就是 真的 其实他这个水不是浅的 不是浅的 淡水 我去过我就知道 对对对对对 他是以为是那个死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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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死海我去过 死海我下去喔 还可以服钱 服钱 我觉得 我覺得靈異的事在哪裡 就是當時他這樣站一站 當時沒有什麼事情 結果第二天他整個嘴巴腫淺 舌頭有點潰爛 就是說他不相信那一個人 嘴巴潰爛的 但是這個還好 我們另外的同事呢 當場就說 啊 這是騙人的 結果他到船上的時候 我們後來參觀完畢 就到船上去午餐 我們每個人走一個跳板的時候 跳板會晃 但是他走了都很安全 雖然有點晃 他走的時候跳板就啪就滑下來 你知道他掉到水裡面去 那幸虧船還沒有開 馬上把他救起來 他就整個就發抖 那我們當時也不敢講 到了晚上我們住進這個旅館 住進旅館之後呢 我們大家就跟經銷商 大家就聊聊天 一聊天聊到差不多 差不多十二點鐘左右的時候 我就想 哎呀 明天我們還有行程 我要快點回去 就整理一下睡覺 我就走過一個長長的廊像 因為它是蜘蛛網形的 所以我那個房間是最外面 那個當時的電力不太足 所以感覺上很暗 整個感覺都非常暗 然後我就想 這個大概電力不足 我就快點回去睡覺 我就走走走走 突然之間發現前面有一個穿著古裝的 泰國 泰國式的服裝的一個少女走過來 在月光下 因為燈光不亮 所以月光下看得隱隱約約 大概到一公尺的時候 我看清楚了 原來是一個穿著古裝的泰式的女孩子走過 那我也沒想到 然後等到走過 擦身而過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這個是英國式的一個旅館 但是他們沒有用當地的服裝來做 所以不可能是當工作人員 那那一條廊像的房間 我知道只有我一個人住 只有我一個人住在那個 它是屬於比較高級的套房 那我走過去的時候 突然想到發現這個女孩子 這個臉上沒有眉毛你知道 我突然想到了 我回頭一轉 發現沒有看到這個人 沒有看到這個人 馬上消失掉 馬上消失掉 那我心裡已經很害怕 我就用小跑步的放 住到我的房間 把門鎖起來 鎖起來大概到了 經過差不多一個鐘頭 酥酥洗洗 我就要準備睡覺了 我正在準備睡覺的時候 突然發現有人拉我的臉子 臉子啊 衣領 衣領 好像叫我不要睡 不要睡 那我就很自然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睡衣就睡衣 我就很自然 衝上死了 我真的很自然的一個反應 要衝上死了 但是我一想到 我黃金晶一個人啊 怎麼可能 而且拉了我臉子的 我感到會有壓迫感 壓迫感 我就奇怪了 我這個時候就心裡有點害怕 剛好我的床的位置 對準了洗手間 洗手間燈是開的 其他我都關掉了 突然這個時候燈就開始 好像有刻度一樣 五織光 我慢慢降 慢慢降 我起先以為是電力不足 你知道嗎 那我想電力不足 我就比較不害怕 但是我突然之間發現 五織光 五織光 就是要慢慢慢慢 一個刻度一個刻度 非常明顯的一個刻度 不像說燈 暗就光 沒有電就關掉了 這時候我真的非常害怕 因為整個房間冷氣開得很足 因為這種所謂熱帶的旅館 冷氣都會有 然後我就全身流冷汗 冒汗 那個時候我就想到 這個我要好像 唯一的辦法 我也不能打電話 我唯一的辦法就是唸大悲咒 唸的差不多一個鐘頭 我全身 那個睡衣全部濕透 所以說我閉著眼睛唸 因為我不敢張開眼睛 閉著眼睛 等到我一張開唸的差不多 我將近覺得有差不多一個鐘頭 所以發現那個洗手間的燈光亮 恢復了 但是我這時候看到外面的窗外面 有一道一道光 啪啪啪啪這樣走 閃過去 我起前以為是打雷 那個閃電 但是那天沒有聽到雷聲 好像是閃電或者這種之類 我就把窗門一推開 我就發現那個樹 樹上面會一下子往東 一下子往西 這樣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像波浪形的 那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快點 又不敢睡了 我就一直打開電視看 你剛剛講到的這個貴德大橋 我是去過 去過 跟我們同船 同團去的 他們也發生有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人搖他的床鋪 然後就睡在我們隔壁房間的 第二天講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有人很明顯的在搖他們的床鋪 但事實上就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也並沒有什麼很特殊的 對 但是後來我跟旅行業的一些朋友在講 他們都常常碰到有些事的情況 我們新聞在採訪出去拍攝的時候 有時候去拍那種空難 或那種凶殺案件 有時候鏡頭去拍了太多那種 太過於接近這個屍體 或者說比較不完整的屍塊 那種東西的話 有時候回來因為急著發新聞 這個有時候機器袋子 有時候會有些畫面出不來 如果你們也有時候會有些女生 就是你不想接受的 好想接受的 這個你會有些人 好想接受的 就是你會再吸引 你的假懸命 你的假懸命 你會再吸引 你的假懸命 你這個人 對